要么往头上浇冰水 要么为ALS卷100美元 2014年冰桶挑战的发起者之一 一位名叫Pet Queen的ALS患者 为冰桶挑战设下了游戏规则 此后冰桶挑战席卷全球 中国科技界大佬也纷纷响应 2014年8月21日 手机中国接手冰桶挑战 创始人于中国先生表示 我们不在乎浇冰水与否 我们只是想真心做点事 随后 手机中国邀请多家爱心厂商 参与慈善一拍 在广大网友的支持和参与下 成功举办了第一次 手机中国红慈善一拍活动 活动筹集到的全部善款 都捐赠给了慈娃娃组织 与此同时 手机中国还将8月21日 定为企业慈善日 决心每年的8月21日 都进行慈善一拍活动 将善款捐助给需要帮助的群体 为他们尽一份绵薄之力 2015年 手机中国将目光聚焦在北京顺域区 太阳村的孩子们身上 他们是一群因父母误入歧途 而无人看管的孩子 因部署孤残 难以得到相关资助 我们以手机中国红即刻出发 让爱传递为主题 延续在线一拍的形式筹集善款 同时我们还招募一批志愿者 一同奔赴北京顺域太阳村 参与爱心活动 用善款购买的物资和志愿者们的关爱 为孩子们成长带去力量 给他们送去光明和希望 2016年 是手机中国慈善一拍的第三个年头 短短两年的时间里 手机行业发生着巨变 但是 手机中国持之以恒 一行渐言 不忘初心 邀请更多的有志厂商 在手机圈 掀起一股浓浓的爱心暖流 这一年 我们联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被华北区弱使儿童群体 带去了光明和温暖 将本应有的天真笑脸 还给他们 为他们的未来铺满光明 2017年 是手机中国红的